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Women開淘寶的影片 總覺得已經看過她穿這件衣服很多次了 內褲的顏色 內褲的顏色會透出來 我就在想為什麼她要設計在那邊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沒有 她就設計好看了 她要裝15吋的電腦 還很ok 我剛剛以為妳要去面試 沒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香 我是肉依 由於Women的畢業時間進入倒數尾聲 沒錯 所以這次我們要來拍我們最後一次 淘寶開箱 第一件是 第一件是我的 我的睡衣 我現在穿在身上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睡衣控 妳每年都會買睡衣 對 我每年就是不管冬天買一套 然後夏天可能買兩台套 這套睡衣是夏天的 然後是我目前買到現在 最滿意的一套睡衣 最滿意的是她的材質 因為我之前每次在淘寶上面買的睡衣材質 都是摸起來很滑滑的 很像綢段的那種材質 可是她很透 因為我以前很習慣買白色的 然後我買白色綢段的時候 內褲的顏色 內褲的顏色會透出來 就有問題 就不可以穿著睡衣就直接出門 去樓下那一種 對 雖然我也是會 這是我的舊睡衣 就是這種材質 她就有很多線頭 我覺得材質不錯喜歡的 就是有點劣質的這樣 就是我這件是綿的 就很像 運動服 有種高中運動服感 可是材質是好的 然後我覺得她很特別的是 你這樣看不是素色而已 她的這邊是條紋的 有點算是假針織的那種 針織的紋路感 通常有些不是都會要麻褲 狼要麻 我的肩膀 對 她剛好 在我的肩膀 然後還有她的褲子 是短褲 然後有這個 啊不是真的能拉 她不是能拉 她就是可愛用 對 就是她的包裝是這種夾鏈袋式的 她不是就是撕開就沒有了 所以你可能 太留著 對 太留著 剛好姐還送了一個 梳子 對 她送了梳子 第二件 第二件是我的洋裝 就在我身上 就是我每年都會買的洋裝 總覺得已經看過她穿這件衣服很多次了 我還轉一圈 這樣子的 轉轉轉 欸 可以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 綁在後面的蝴蝶子 對 所以有點lady 小女人的設計 好適合那個喔 日式的不是可以就是 繞圈圈然後拉 然後女的就是一直轉一轉 反正她就是做一個很小女人的風格 這個反而我覺得沒什麼少女 有點lady 可是我剛剛跟靜香是 一開始打開來的時候想說 好像有點色彩 試試買錯了 因為我們以為她的底色是 你白色為底 但買來發現是 灰色為基底 比我想像中暗沉 但我還是覺得蠻好看 而且她的版型 她的版型真的是蠻好看 我覺得只要有做這邊有收 就會很好看 而且 展現出了身材 謝謝 舉起妳的右手 這個是什麼 對 這是一塊肉肉 對 這就是我讓他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 我剛才已經送來的時候試穿 結果 她就 不是 不是我穿破的 是 不是我穿破的 她迫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反正我等一下應該會 我等一下會把它補起來 然後我還是會繼續穿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 我還蠻喜歡 然後她這個是做衣靈的嘛 我之前都會很注意 就是 她這邊有沒有很緊實 因為我之前也有買過一套啊 有一件 她這邊是扣子 然後那個扣子就是洗一洗就會掉 她這個是縫紫 其實那時候我下這一件的時候 我還蠻擔心的 因為 我那時候我去爬屁架 然後大家就說 你看肩膀這邊 有點小便捷 抓皺 對 她是抓皺 她其實不是電東西 可是她就是抓皺 就會看起來蓬蓬秀在這邊 大家記得寬肩女孩 禁記的就是 定止墊肩 所以下來之後我剛試穿 我是覺得 還好 然後她的拉鍊帶 感覺很奇怪 對 她的拉鍊帶很正 她就是拉中間這個洞 我其實有點不能理解她 為什麼要這樣 對 因為正常的陽光股就是在 就是 後面的筆 對啊 我就在想為什麼她要設計在那邊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沒有 她就設計好看了 我覺得這件還蠻適合 春夏穿出去約會 春夏少女的改修 下一件呢 是我身上這件 黑色西裝外套 妳為什麼要買西裝外套 我一直都很想買一件西裝外套 休閒或正式的時候都可以穿 休閒的時候也可以搭就有點帥帥的感覺 對 我剛剛以為 妳要去面試去 沒有 不是 因為我們 我們不是要畢業了嗎 就這一個在求職 就穿很正式 但我想說 西裝外套 竟然是要去面試嗎 沒有沒有 但她有點 因為我們常在室內有點熱 就是她比我想當中的有厚一點點 不透氣 我覺得會有點吸熱不透氣 她的擺形蠻酷的就是她的袖頭 她是三個扣子 她是三個扣子 然後她不是說就是 她的扣子這邊是拆開的 就是我們穿這家扣起來的時候 這邊很肥 很肥嗎 對 她就不會有這個的味 她的這個線條 蠻好的上面是有點 這叫什麼 西裝領 西裝領的順 她是西裝外套 她是西裝外套 然後她的這個 欸 不是口袋嗎 她就給我一個假的口袋 是口袋嗎 沒有沒有沒有 她底下有啦 我摸到洞了 她是現在幫我縫死了 要剪 跟褲子的那個扭框 她真的有口袋啊 就是 差點誤會她了 不是活動 我覺得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會覺得 那個口袋有沒有什麼髒東西 跑進去過 因為你知道如果賣家那邊 都有很多衣服 有時候會有什麼衝衝 像淘寶 淘寶的衣服送來我 其實我都會趕快 濕濕 那背面有一個開叉 這樣子 比較不會很背 就是你坐下來的時候 不會背背 但我覺得有點太寬 大了一點點 就是我穿下來 因為我肩膀比較長 然後她的肩片這邊 其實有點小弱 我是買愛的 但是我會覺得 強度比我想要這麼強 對 160 然後下一隻帶我的 大腿一半 可以抓住內褲的部分 絕對可以 完全可以 超過內褲的 完全蓋住了我的屁股了 對 原本想說什麼 配個牛仔褲 穿個白衣也可以穿的那種 就是你原本想的是 有點韓版的那種西裝 然後俐落的那種 上班的外套 可是她有點太過寬鬆了 你可以去當魔術師啦 哈哈 哈哈 我在裡面搶了很多東西 哈哈 接下來是我們買的一個包包 這完全容量超大欸 超級大的 我原本想說就是比較偏休閒一點 但又不想要背 帆布袋 你知道我可以背 然後她的顏色就是比較 復古一點的顏色 我會覺得比較有質感 就遠看會覺得很像是做雞皮材質 給大家看她的材質 近看一下她的材質 摸起來很舒適 可以感覺遠看是有點像牛皮紙袋那樣有質感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有點毛茸茸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 夏天有時候背 可以讓你有質感 冬天背又很符合 季節的顏色 沒錯 然後她容量很大 真的很大 給我一個這個 好讚喔 好讚喔 這可以就是再拿出來吧 嗯 欸就可以把用了 應該可以再拔起來了 不行欸 她不能拔了 我知道她就是幫你做裡面的內袋 因為她沒有自己裡面做的內袋 她是幫你縫的內袋 好酷喔 她等於是幫你把內袋 就是 喔你可以拉出來 但你不能分開她 她就是給你一個小錢包幹 對 因為她就是裡面是完全沒有內袋 就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很大的袋子 可是她真的蠻強的耶 我覺得蠻強的 也是可以衝過我的屁股 對啊 她要裝15寸的電腦都還很OK 對啊就完全裝這個蝦 就很尷尬的 不賴 這個材質蠻好看的 這個顏色也蠻OK的 沒有高級感 我就是衝著這一點 不要再反覆戴了 下一件 下一件是這個 牛仔外套 它是白色的 但它其實也沒有到超級正的白色 它是有點奶油白 在我們室內光下面會覺得黃黃的 那它的車線呢 是咖啡色的 巧克力色的 很有質感很搭欸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它的口袋這裡 是有做就是設計的 它有那個抓皺感 它口袋不是一般的口袋耶 怎麼像口罩啊 對 欸 好像喔 蠻可愛的 防疫牛仔外套 然後它這個 裡面的 是有紋路的 好可愛喔 沒有白色 所以我一直很搭到入手 但它是裝扮的 對 就不會覺得很寬鬆 就搭裙子的話 長路是剛剛好 對 太長的話就有點怪 很讚耶 喜歡 讚啦 這是一件牛仔褲 現在就是超級流行牛仔褲 我們兩個都有很多件 就是穿不膩耶 尤其最近可能有牛仔褲 落地的那一種 可是我覺得就是腿粗的人 就是一定要有 需要遮蓋的 沒錯 然後我覺得這件牛仔褲子 它就是 譬如往它高腰收腰 然後 顏色到底下會覺得 褲管頂上 有點拉巴酷的感覺 它比平常我 在穿的寬布還要再更寬一點 最特別是它旁邊 褲尾的地方是開叉的 它是開叉 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就是你走路的時候 就會有風 就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小小的設計感 可是又多了 就很時尚 它上面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到褲管尾巴這邊比較淺 這件蠻有 蠻有sense的 哇 不過這件不是 我個人進香買的 是我們另外一個 就是工作人員買的 所以呢 之後就是我們會再放它的 實穿 下一件 也是我們工作人員的衣服 一件針織上衣 很搭那個 剛剛那個牛奶褲 其實這是有點短板的 然後比較緊身 可是它蠻熱的耶 我自己拿起來就覺得 喔 這個夏天超會死掉 我也覺得它會死 春天還行 可是它是薄的針織啦 還扣下來的 所以也可以當小招 它是不會露肚臍的那種 大概就是舉手套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覺得就會了 今年還很流行的耶 就是上衣短板 然後下面配款褲 偶爾露個小肚臍 對 大家今年夏天如果再逛衣服的話 可以多收 對 短板的 如果你肚子夠瘦的話 阿我覺得有個問題 它應該是free size 可是它版型是不是還蠻小件的 不過我們工作人員很瘦 所以我相信就是它可以穿 這件跟我人間 這件 它我也不行耶 寬間女人 而且加上我覺得你如果胸不狠 就是胸味的女孩也行 就是這個這邊會爆開 因為它又是排扣下來 所以你的扣子跟扣子中間很動 就會爆開 小次的女生可以 可是如果你正常偏風雨 可能就不要吃這件 最後一件呢 最後一件是妮妮的吧 對 等一下可以請她來前面繞一下 第一眼的感想是 就是高中制服褲 其實有一陣子很 復古風就是很流行 穿學生褲 有些學生褲就是那種 直筒 然後很瘦很好看 不過 對 可是你一說它這次要換風 我想要就是可以蓋住我的鞋子 這麼雍然 這麼弱 它想要走那種街頭HIPHOP風 就是可以用 有那種 有那種 可是我覺得它的材質非常好耶 它的內衫是這樣子耶 我覺得這是其實是有下功夫的一件衣服 就是看得出來不是甜褲 對 就是它是有重量 不是像我們淘寶會覺得說 褲子很薄 刮刮 其實我就可以 只是它的就是版型 可能不是逆逆理想中 那種狼狼版型 就是它就是正常偏狼這樣子 哇 開完了 好快唷 超快 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在Women開淘寶的影片 沒錯 有點感傷耶 我們看了很久耶 對我們看了 我們應該看了超多集 大家到時候來數一下 我們到底開了幾集影片 那我們 之後的話我覺得 我自己還是會再買淘寶 我覺得買過了就有點回答 真的 就會想要 就因為真的太便宜了 就不太會想要買台灣的一些網牌 對 不一定是都只想要買那種一兩百塊 但就是會發現 像我們廣業的時候 一些商品 也會發現它店家賣的商品 超棒的 對 那你就會覺得我為什麼不是 對 就幹嘛給它賺那個差價 所以淘寶真的是還不錯 那現在淘寶算是 海外包裹的土分 對 然後前一陣子 不是我們有出一支影片嗎 就是教大家說 就是 海外包裹現在要實名制了 所以其實現在買淘寶是有一點點限制 但還是很好用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買 可以去看我們下一支影片 一定要看 因為5月16號之後 你們就一定要用實名制了 我們這次的淘寶也是有用實名制的 不錯 那我覺得它實名制後 算是改的還不錯一點 就是包裹收到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亂亂的 它包裝得很詳細 然後它最後外面 還會給你配一個清單 說你買了手 嗯 我覺得它沒有過度包裝了 嗯 就是以前 之前會用那個黑色的 以前會好幾球 對 會收到一顆球 對 而且很髒的球 然後它會用很大很厚的 塑膠袋 捆了好幾層的感覺 對 這次我們就是收到就是薄薄的一層 我就覺得很棒欸 就是它有減少了那些過度浪費的包裝 而且實名制的出現 就代表說 比較不會包裹被送不見 對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 就是我們高食堂被送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了實名制之後 應該到時候 這種問題都要好很多 大家自己來看影片 那我們也會把今天的商品資訊 打在底下的資訊欄 接著看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從下禮拜開始 就是我們的畢業製作影片 沒錯 我們走到企劃分成的四集 會依序在接下來的四個禮拜的商品 大家記得看 記得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按讚我們FB粉絲團 追蹤我們mixgrad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別的影片見 掰掰 大家可以聽到有摩擦 可是我剛剛跟靜... 是靜香 是嗎?是靜香 對是靜香 一靜跟靜好 我們這支影片呢 要來拍我們的最後一次 我是不是要指著謝謝你 我喜歡說嗎嗎? 我喜歡說嗎? Nee